在浪漫的爱情故事中,经常会有情变三生的桥段,此生夫妇,来生才是前缘,那么现实生活中,人死之后,是否真的会有来生呢? 不仅大众对此兴趣满满,科学家也是如此,因此他们运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佐证,其中有人提出了超自然电子噪声现象,AVP那么这种现象具体指的是什么呢? 当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,屏幕闪现出沙沙雪花,或许隐约间,你会看到一张熟悉的死者面孔,我们在拨动声音机的旋钮时,吱吱的噪音之中,突然出现了空白噪音,你或许能够听到了一个王者的声音,这就是科学家口中的超自然电子噪声, 为什么以固者的面孔和声音,会出现在这些噪声中? 科学家做出如下解释,以固者会通过电子噪声作为媒介,与生存者进行联络,简单来说,就是在电子室备上制造静电干扰,以某种语言或信息符号,来传达自己的声音与影响。 全球当前有数十个研究组织,将专攻方向放在这类研究上,并且有组织声称,他们已经在研究过程中,实现了欲望者的对话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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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